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,他认为凯尔特仁和欧文,都有着长期合作的愿景,而且欧文更不会在休赛期中被凯尔特仁交易立队,在这之后长达八个月的赛季征程中,很多事情都不可预料,什么事情都会发生,欧文也会留在凯尔特仁,勇士名下解体已经板上钉钉了,下一支超级王朝战队,最有可能是凯尔特仁,壮士欧文名下的决定。 将成为最关重要的一点,尽管之前多方消息认为欧文会在明年夏天,离开凯尔特仁前往尼克斯,联手巴克勒和波尔金席斯,又因为欧文不愿意在今年夏天,提前和凯尔特仁达成续约, 这也让流言愈发强烈。 然而,作为一名场军能够拿下24.4分3.8个篮板5.1次助攻的核心球员,欧文的价值无庸置疑。 在明年夏天,若能和凯尔特仁达成续约则能领到更多的薪水,而凯尔特仁的体系也让欧文的防守弱点影响可以被弱化。 凯尔特仁的初次阵容也能够让他更容易出几种冠军。 作为凯尔特仁未来的核心之一,杰森塔图姆在北京时间8月18日,高中时期效力的球队查米娜德学院预备学校为他的22号球衣举行了退役仪式。 他,图姆在社交媒体中表达了感激之意,他表示,很荣幸见到了自己的高中球衣被退役,从来没有得到这样高的荣誉,一直以来也不会将任何事情太总是理所应当。 球衣退役这是一直以来的梦想,这一刻愿望也实现了,感觉像是上帝给予的厚爱,这份荣誉意味着许多,感谢一路以来对自己有过帮助的人。 祝福,在这里感受所有人的关爱,这是自己最感激的事情,大家没有把他当作是一名篮球运动员,而是一个正常的平凡的人。 在这里度过的四年时光,为球队在2016年夺下周冠军,这是平阳最大的成就。 感激这一切,塔图姆继续写道,高中时期,塔图姆为球队贡献了2,000分,1000克篮板的数据,而后进入都科大学校里。 于2017年选秀大会,中兽轮第三顺位被凯尔特人选中。